这张照片有点意思 其中有两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 他们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 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 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 那么这张还够明显了吧 但是你又会发现 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全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先来说这些小孔 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了 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顶多算是一个小坑 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会联想到什么呢 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 我在成都的宽载箱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 酸马石 有没有一举同工之妙呢 既然这个是酸马的 那么那个就是酸飞机的了 就像这样一样 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 但海军有的时候呢却并不喜欢这么做 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 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呢 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 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 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 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呢 得要绑上留到12条才行 要是遇到恶劣天机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 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 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 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叫做Pad-Eye的东西呢 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 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 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 够密够平 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 好了 我们再说第二个 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 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 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 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 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 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 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感不同啊 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 是又复杂又废料的 具体区别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啊 先看现在的弹射感是 基本上两步就可以了 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 挂在弹射器的划块上 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紫外感 它的作用是 用恰到好处的力量 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 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 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能够停在原地 就这么简单 好 再来看看江绳士又是怎么做的 它呢 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 它的两端分别挂在飞机两翼下方的钩子上 然后从弹射器划块的凹槽中穿过 接着划块稍稍前移 把缰绳给拉直了 当然后面呢 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 其到的作用呢 跟现代的阻碍感一样 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 把飞机拉在原地 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 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 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 通常至少是五个人 三个人负责前面的僵身 两个人负责后面的僵身 即便是这样 每一次的弹射呢 都有如拆盲盒 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 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僵身 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 飞机升空了 而僵身就只剩下了两种命运 一种呢 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 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 在没有退役之前呢 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 超级军旗舰载机 就一直是这么做的 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啊 法国人的航母不多 甩的也不多 咬咬牙 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 但美国人受不了啊 所以这就带来了 缆射的第二种命运 回收再利用 当然代价式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 在缆射的挂钩下呢 再挂上两条捕获绳 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 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 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 会被捕获绳猛的拽住 巨大的惯性呢 把它拍在甲板上 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 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 很危险啊 诶怎么办呢 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 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 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 单独往下翻呗 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 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 预留了更多的空间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 不瞒你讲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 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 但就是很纳闷啊 诶它不该往上翘 怎么还往下倾斜呢 所以啊 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 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 表示咱就是战友了 当然随着时间退役 现在这个东西 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 圣保罗号克莱蒙索级航母上面看到了 美国自己的 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 在2012年退役 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 好了 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